谁让你们跑这么快的 我们市长说了 谁跑最快 谁能活着沉溢和肃力 士兵升排长 排长升连长 连长升营长 不来 立刻传达我的命令 七十四十立志停止前进 士兵一副很看不起人的眼神怒对 汤恩伯道你是谁 汤恩伯气的大声说的 我是你们的司令 士兵说的 好大的官呢 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你的祖宗了 除了我们张市长说的话以外 谁说话都放屁 放屁 整编七十四十三万多人 是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手 是老蒋的御林军主力 齐轻一色的精良美式装备 和大量重炮部队 足以辟逆同时代亚洲内任何一支强军 师长张灵甫更是桀骜不谢 他作战经验丰富 军事素养过瘾 虽然只是一个军长的级别 可兼任着国民党首都南京警备司令的职务 手握御林军 权清朝野 比集团军司令官还牛 汤恩伯根本指挥不动他 孟良故战役前期 张灵甫甚至狂言 有七十四一士之兵 绝无对手生还之地 于是带着部队主动寻找我军决战 丝毫不听下属的劝解 执意一意孤行 为了确保首个荣誉 张灵甫决定无视顶头上司的命令 命令七十四士连夜紧急行军 然而不知不觉 大部队已经被甩在了后面 与七十四士两翼齐头并进的 八十三师和二十五师也未跟上 八十三师落下近十里路 二十五师落下足有三十里路 如果继续下去 必然会孤军深入 这显然是兵家大计 然而急于立功的张灵甫 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早上 汤恩伯在路边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 可他只看到七十四士的后续部队 浩浩荡荡的前行 完全没有听从自己的命令 一旁的黄百涛看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地害怕起来 虽然他们知道张灵甫这人 除了老蒋的命令 谁的指挥都不听 然而他们却未曾料到 他会如此鲁莽 如果继续这样的下去 无疑是将部队引向了解放军的包围圈 自取灭亡 为了挽回局面 汤恩伯下车上前阻止 岂料不光张灵甫不听指挥 甚至连七十四士 一个小小的士兵 也不拿集团司令汤恩伯放在眼里 气得汤恩伯直接打到回府 七十四士的孤军冒进正和我军的意 素语准备采用中央反突破法 直接挑战高难度重兵 维艰整编七十四士 七十四士号称是蒋家御邻军 一旦战斗打响 我们一面要顶住敌七十四士的反扑和突围 亦还要顶住敌强大的援军 陈世举参谋长担心会复被受敌 认为这样有些冒险 素语解释 现在七十四士已经在我军主力的正对面 不需要进行大的调整 就可以形成三比一的绝对优势 而且还可以利用山区的有力地形 再接下来是两位战神之间的巅峰对决 我军队整编七十四士形成包围 在后撤的路都被断后 张灵府无奈撤到孟良固执高点 企图以自己为诱饵 想中心开花 直倒黄龙 避其攻欲移 素语向猛虎掏进 破釜沉舟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双方都在豪赌 敌我双方兵力悬术 华也不得不压上了全部家的 输不起 或许此仗只有素语敢打 也只有他能打赢 就连毛主席与蒋介石都没有想到 孟良固战役绝对是名副其事的硬仗 恶仗 宣仗 自己航空谷